好 好 果帆 嘿 动物猫伴 瓢虫瓢虫 打开双翅 轰隆隆隆 探险游戏 我喜欢 我来拍第一下 又来到了猜成语的环节了 太好了 今天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欢迎来到 成语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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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瓢虫先生你好 怎么样 今天过得还好吗 还不错 希望我们今天能顺利的猜出成语 好吧 那你们就说出口令 激活今天的成语故事吧 有一天 有一天 太阳暖暖的照在森林里 森林已经染上了淡淡的金色 秋天已经来了 爆炸型消息 爆炸型消息 秋天到了 储量过冬喽 阿卡 离冬天还早着呢 不用着急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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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会儿 我去找虎哥玩一会儿 没吃完就仍太浪费了 要珍惜粮食感 我今天要采好多蘑菇 请小伙伴们来尝尝我做的蘑菇汤 太小了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爆炸型消息 星星乱扔蘑菇了 啊 阿卡 星星 蘑菇虽然小 也不能浪费 这么小的蘑菇 还不够下牙缝儿的呢 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的牙缝有多大 能塞下一个胡萝卜吗 阿卡 小是小了点 可是攒一攒不就多了 啊 等等等等 阿卡 你在干嘛呢 虎哥 你再坚持会儿啊 阿卡 哎 意外收服 居然找到一颗花生 阿卡 你费半天劲 就为了这几颗松子花生 关键时候 它们会发挥重大作用的 一转眼 冬天到了 一场暴风雪 袭击了森林 许多小动物的家 遭了雪灾 大家面临食物短缺的危机 我找不到我藏水果的大树了 我也没知道了 爆炸型消息 阿卡 加油 来 阿卡 阿卡 你怎么有这么多吃的 这都是我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我服了你了阿卡 大家快吃吧 恩 阿卡 颍 恩 髮 画 scar 花 我们刚才播放的动画片 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 如果猜出正确的成语 就算通关成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浪费 好像是的 好像还告诉我们 不要看不起小个子 什么叫看不起小个子 你看啊 我扔掉的小果子 新鲜看不上的小蘑菇 最后都让阿卡收集起来 这些东西也能让我们吃饱呢 是这个意思 可是这个成语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的成语真是太少了 还是让瓢虫先生给我们些提示吧 要不我看沙漏都漏光了 我们也猜不出来呀 好 瓢虫先生 请你给我们些提示吧 好的 请看提示 少 多 你们可以想想剩下的两个字 凑成一个四字成语 少 贱 多 怪 你猜不出来还笑话我 毛毛你别急 我已经猜出来了 快说快说 看看对不对 鸡少成多 恭喜你们 顺利过关 我连这么简单的成语都猜不出来呀 你别灰心 毛毛 正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多 所以才喜欢来玩成语猜猜猜呀 因为这样每次都能学到新的知识 对呀 知道的少没关系 只要你们多来 你们的成语就会积少成多了 太好了 你们说的对 下次我们还来玩 这回该我了 真不赖 又到了喝咖啡的休闲时间 小飞 小飞 你好 小飞 欢迎光临废奇咖啡屋 老规矩 你的猕猴桃汁 你的矿泉水 还有今天的动物圈 谢谢 哦哦 动物圈 看看有些什么可笑的事儿吧 声东击西 哦 animated 看看想法 没有了 好 一点 没有了 我也有点 好 可以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 你们 我的糖块 太好玩了 这些贪吃又狡猾的小东西到底是谁呀 和你一样 你是说我也贪吃又狡猾呀 我是说他们也是猴子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是绒猴 这种是普通绒猴 不算尾巴 大概二十厘米长 二十厘米 才这么大呀 他们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猴子了 没错 不是 最小的猴子虽然也是绒猴 但是是另外一个品种 叫猪绒 猪如的猪 他们又被叫做拇指猴 知道了吧 拇指猴 是和拇指一样大吗 差不多吧 这种猴子长大后身高十到十二厘米 新生的宝宝只有残豆大小 我突然感觉自己很高大呀 那要看跟谁比了 金刚 这回我来 嘿嘿 欢迎大家 我是道格拉斯 你们可以叫我道鸡 这里是你们的动物全明星 嘿嘿 瞧 我和我的朋友们将挑战一个疯狂的测试 你们也可以加入哦 我们的宝宝队由傲小兽和我的儿子宝宝组成 嗨 嗨 大师队包括我们的猪小妹和狐猴大师 嗨 你们好啊 我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动物明星吧 我说的不是这种星星 我说的是动物明星 飞翔高手 力量选手 他们会让你忍不住惊叹大叫 他们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角们 怎么说呢 其实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超级动物明星 嘿嘿 所以我们快开始今天竟猜的第一个问题吧 嘿嘿嘿 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没错 在这个环节 你们将看到动物们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你们来猜猜他们接下来会干什么 嘿嘿嘿 听起来简单吧 不 让我们来看看 好吧 这看起来太奇怪了 一大群科学家聚在运动场的中央 在一个大大的高高的东西上 在它前面还有根棍子 那是什么 一只松鼠 一只松鼠 它们有着绝妙的平衡感 松鼠正站在高高的树枝的尽头 然后停 问题来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师队 这个嘛 我们认为这只松鼠 又毁到了树枝上 没错 然后咬了科学架 这就是你们的答案了 没错 好吧 那宝宝队 你们觉得下面怎么了 我曾在书上读到 松鼠是绝佳的弹跳高手 所以我们认为 它会降下树枝 然后一直向下向下 落到地面上 说的没错 它当然不会受伤 松鼠是非常轻盈的 好的 谢谢两队的回答 让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松鼠在树枝上 然后 松鼠跳起来了 我的天哪 这是一只无鼠 看它的动作 在它的四肢之间有一膜 这可以让它划想很长的时间 看 它落地了 然后跑了 让我们再看一遍 太惊人了 看它的动作 这下它真的成为超级明星了 真是厉害呀 现在揭晓答案 宝宝队 你们差一点就对了 说出了松鼠跳起来的答案 但是你们没有说它会滑翔落地 好 宝宝队 你们答对了一半 给你们半颗星星 现在 就让我们启动积分器吧 交给你了大星星 嘿嘿 好了 这是一场力争上游的比赛 继续下一个环节 第二个问题 谁的骨头 没错 现在看仔细了 这个环节里 我们要向你们展示一个头骨 某种动物的头骨 你们来猜猜 这是什么动物的头骨 下面有请我的搭档 了不起的大星星 你好 今天你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这似乎不是头骨 大星星 你好 大星星 再是一次 集中精神 哦 这才像样 这巨大的头骨 是谁的呢 好吧 第一条线索 脚 这个头盖骨上 有两只尖尖的脚 它没有多大呢 大星星 这么说吧 非常大就是了 第二条线索 牙齿 看看这些上牌牙 又大又平 天生用来磨碎坚硬的食物 好 谢谢你大星星 好了 各位选手 这是谁的头骨呢 下面是你们的选项 这是恐龙的 还是犀牛的 你们怎么看宝宝队 我们认为是恐龙 哦 那大师对呢 好吧 我们看到这个动物的确有两只脚 但是我们觉得脚是从它的鼻子里伸出来的 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犀牛 一头两脚犀牛 嗯 没错 你们怎么想 好吧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答案就是 犀牛 恭喜大师队 好耶 太棒了 好啊 这的确是鼻子里的脚 但是它们并非像头骨的其他部分一样是骨头 它们的成分和你的指甲一模一样 就像你的头发和指甲一样 嘿嘿嘿嘿嘿 它们会一直地生长 好 干得漂亮 为此我要讲给大师队四十二颗星星 哦 现在你们都还有可能获胜哦 太令人激动了 接下来是动物现身环节 这是一个简单的游戏 你们要做的就是辨认出一只神秘的动物 大家准备好了吗 记住要是猜错了 另外一对就会获得巨大的优势 它们能看到整幅图 哦 所以 成败再次一举 哦 屏幕后的神秘动物是什么呢 准备开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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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队 我们觉得 是熊猫 哦 哦 宝宝队 它们是对的嘛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真的是熊猫 干得好宝宝队 耶 耶 熊猫居住在中国 哦 它们最爱的食物是竹子 但其实竹子是一种嚼起来很硬的植物 好在它们有巨大的牙齿和强劲的下巴 所以它们可以吃下好多好多的竹子 吃一整天都行 既然刚才是最后一道题 所以谁是今天的获胜者呢 看来我们已经有了答案 耶 恭喜宝宝队 你们是今天的赢家 耶 这回该我了 哎 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 哈 是真是假 学问很大 慎重选择 按牛有仨 二三 答对出动 答错要罚 祝你好运 谜题来啦 哈 等等等等 我们得问清楚了 这三个按钮 真的按绿 假的按红 那蓝的呢 这个嘛 是给你们像场外的小伙伴求助用的 看 我对你们多好啊 不过还得提醒一下 听完题目 你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做选择哦 好的 我们明白了 请出题吧 有请 大家好 我正忙着过滤泥沙里的海藻呢 你们吃午餐了吗 一起来品尝美食吧 不过这个东西可能不合你们的口味啊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脚眼切腹蟹 什么 什么蟹 没听清楚吧 仔细看哦 脚 眼 看我的眼睛 上面有两根细细的脚状凸起 这就是脚眼的来历 眼睛上凸起来两根脚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不是脚 是像脚一样的凸起 对对对 他说了脚状凸起 如果我的眼睛上也长两个凸起 会不会很神气呢 脚眼睛上的脚蟹 这这样的眼睛在螃蟹身上看着很有趣 可它并不适合所有的动物啊 你们说是不是小朋友们 脚眼镜丝横 哈哈哈哈哈哈 毛毛 人家名字后面可还有两个字呢 脚眼解释完了 接下来是切腹 看我的招牌动作 高举起双翱 用力向下切 是不是很帅气 有的人觉得这个动作像是要切肚子 就送给我切腹这两个字 不过别担心 我当然不会真的去切自己的肚子了 眼睛上方有脚状凸起 喜欢挥舞钳子 好像要切腹的螃蟹 就是我了 脚眼切腹蟹 你们记住了吗 记住了 其实呢 我更喜欢一个外号 体操蟹 我的动作很像在做操 看到了吧 我的朋友们都在做这个招牌动作 来了一个小不点 你好你好你好 什么 你要去训练了 再见 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 是不是有点像你们人类的运动场 没错 我们就是在做运动 你也动起来吧 加油 好了 困起来了 两只脚眼切不屑相遇后 挥舞钳子是在做运动 是真还是假 请选择 几时开纸 我觉得是真的 肯定是真的 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外号嘛 体操蟹 说明这是一种很喜欢运动的小动物 这个 我不是很确定 要不然 咱们问问小福吧 它经常去野外 也许和脚眼切腹蟹打过交道呢 好主意 小福 你好 快来帮我们确认一下 脚眼切腹蟹挥舞钳子 是在做运动吗 呵呵 毛毛你们好 我来看看 我在海边见过他们 脚眼切腹蟹个头很小 只有一厘米左右 也就是人类的小拇指指钙那么大 每当退潮的时候 他们就从洞穴里爬出来 做这个招牌动作 给你们一个提示 它白色的钳子和身体颜色反差很大 方便向同类发送信息 直觉告诉我 它们挥舞钳子 更像是在互相交流 希望这样可以帮到你们 祝你们好运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请做出选择 我相信小福的判断 脚眼切腹蟹挥舞钳子 不是在做运动 而是在和小伙伴们交流 可是 它的动作来回来去 就那么两下子 举起 放下 举起 放下 真的很像在做运动啊 也许 它们只是在简单地打招呼 你好 再见 再见 好吧 那就听你的 好 那我们的选择是 脚眼切腹蟹挥舞钳子是在做运动 这种说法是假的 公布答案 脚眼切腹蟹会用挥动钳子的方式警告其他靠得太近的同类 如果两只脚眼切腹蟹挥舞钳子狭路相逢了 它们会把钳子对在一起比来比去 谁的钳子更长谁就获得胜利 另外一方必须赶紧离开 所以挥舞钳子是脚眼切腹蟹的一种交流方式 祝和你们选择正确 下一番接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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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回我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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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痒呀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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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声音 听起来像是 蜜蜂 救命 救命 宝贝 这是只小蜜蜂 它会遮我的 如果你不去招惹它 蜜蜂就不会遮你 你确定 好吧 你躲在浴缸里玩一会儿 我把蜜蜂弄出去 好主意 这是你的面镜 这是我的魔法面镜 妈妈 戴好了 你玩一会儿 让妈妈来对付蜜蜂吧 小心点 妈妈 来吧 蜜蜂 魔法面镜 宝宝 什么事儿 小家伙 一只可怕的蜜蜂飞进来了 我差点被遮了 没事儿吧 朋友 没事儿 我很勇敢的 嘿 你就像个小丑鱼 像吗 像 小丑鱼周围 就生活着一群带刺的家伙 但它们从不会被遮到 哇哦 它们有什么秘诀吗 也许有吧 你想见见它们吗 当然 想见了 那就跟我来吧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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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太棒了 我们到哪儿了 这是珊瑚礁 哦 好极了 啊 那么小丑鱼在哪儿呢 那里 哇哦 小丑鱼的颜色好酷 我准备靠近一点儿看看 哇哦 小家伙儿 别太靠近了 为什么 小丑鱼住在一种生物体内 这种生物能像蜜蜂一样遮人 什么 真的 小丑鱼住在海葵的体内 看到那些飘摇的处须没有 它们的表面布满了刺 哦 为什么 海葵就是用自己的刺来获取食物的 看看接下来的一幕 海葵 突然 哇哦 刺江小鱼困住了 无法游走 海葵一眨眼就把它吞了 太令人惊叹了 不过 稍等 小丑鱼呢 小丑鱼呢 在被扎之前快跑吧 放松点儿朋友 它们没事 为什么它们没有被扎呢 小丑鱼的表面有一层特殊的粘液 能让它们免于被遮 所以它们躲在处须里面是安全的对吧 没错 这对小丑鱼来说是个不错的地方 能够躲避庞大的鱼类 那大鱼可能会试图吃掉它们 小丑鱼的粘液太妙了 嗨 我有一个主意 我们回浴室去吧 没问题 再见了小丑鱼 再见了小丑鱼 呼呼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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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简直太酷了 是的 没错 谢谢你魔法面镜 不用谢小家伙 下次再见了 妈妈 妈妈 什么事宝贝 我看到了海葵 还有小丑鱼 我知道小丑鱼 为什么不会被海葵捉了 真的吗 真的 我们只需要给自己涂上一层粘液 真是个好主意 但我们得先试一下这个 来吧小蜜蜂 哦 对了 飞回家吧 所以 没有粘液吗 没有 好吧 这也许有好处 我们想一下 图满两只星星需要多少粘液呢 你太可爱了 你太可爱了 还有粘液 这回我来 我下雪了 我可怜的巧克力鱼快冻僵了 等一下 我知道谁可以帮忙了 它就住在南美洲的安底斯山脉 哦在那里 你知道它是谁吗 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之一 它是一只蜂鸟 它是一只蜂鸟 但不是普通的蜂鸟哦 它可是一只安底斯山蜂鸟 山蜂鸟的鸟巢在高高的山上 并世界上其他蜂鸟中的地方都要高 哦 你看 那是它的宝宝 它们好小好可爱哦 哦 可是问题来了 山上到处都是积雪 小蜂鸟宝宝可能会冻僵的 所以蜂鸟妈妈会做一件很聪明的事 它把鸟巢盖在山脉岩壁上的裂缝里 这样就能保持干燥温暖了 啊 哈哈 塞在岩石里 它的宝宝就能受到保护 即使下大学也没关系 哦 你看宝宝们都安全地藏起来了 哈哈 哎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如果蜂鸟妈妈可以把宝宝藏起来保护它们 那我也可以哟 我的身上没有雪呀 我很温暖舒适 我的小鱼也是一样哦 谢谢你山蜂鸟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哦 哈哈哈哈 再会 大红车 转呀转悠悠 快乐的伙伴说牵着手 牵着你的手 牵着我的手 今天的小伙伴 明天你好好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